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要召唤的捷刀 马嘎电弧贝利亚 还有佩戴尼姆捷盾 然后我们会用两个最新的怪兽胶囊 召唤出贝利亚的最强形态 那你们知道这个最强形态叫什么名字吗 这次我们来选择超难的任务 那这两只怪兽你们知道分别叫什么名字吗 让我们来开始游戏 一开始必杀技的能量槽就充满了三格 好强大呀 马嘎电弧贝利亚 手里发出了黑暗的必杀技 这是他的光线攻击 然后他还会用爪攻击对方 他的脚步攻击居然是用尾巴 他的手里面发出的黑色的烟雾 会是什么呢 马嘎电弧贝利亚是由大魔王兽 还有电弧贝利亚融合变成的贝利亚融合兽 那这个形态呢 是街机特有的形态 这里我们来召唤吉尔贝利亚 那这个形态电视上还没有出现呢 这是贝利亚最强大的形态 我们可以事先看到了他的必杀技 让我们来充满能量槽 这个必杀技和杰德奥特曼原始形态的很像呢 那佩达尼姆截盾 我们等一下准备发动联合必杀技的 按着魔王兽的必杀技是什么呢 马嘎米按 他也发出了黑色的烟雾攻击 这招攻击太强了 我们首先把暗之魔兽打败了 召唤佩丹尼姆截盾 来帮我们抵挡怪兽的防御 这只怪兽是欧巴尔特曼最终登场的boss 那你们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那你们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哪嘎妈嘎电狐贝利亚 攻击力好强啊 这盘能打赢吗 必杀技来了 正好可以发动联合必杀技 召唤佩达尼姆截盾 那这个联合必杀技 可不可以把对方一下子打败呢 黑丹尼姆截盾好强大啊 最后一击太好了 马嘎马嘎电狐贝利亚的必杀技来了 最后的大boss被我们打倒了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接近形态 就是吉尔贝利亚 那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接级游戏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